杨洋词 李宗盛 杨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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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他知道 如果把一个铁烧红了以后 你不能去摸它 你需要去摸那个烧红的铁 你就会被烫伤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你尽量的不要去犯同样的错误 那么靠什么来保持这个记忆呢 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文物说话是比我们说话 比文章说话 比广播里边说话 它更有力量 我特别喜欢这种收藏 可能是女生居来的一种德性吧 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痞吗 我这个算不算是这种收藏痞 病态 一种病态 小时候需要收藏的时候 因为文化大名刚刚开始的时候 父亲被作为走制派 我在家里边是老大 是大儿子 需要我给他提供一些情况 然后我要出去给他找一些 上面有我父亲的传单小报 如果是大字报的话 贴在墙上的话 我需要把它抄下来 这个算一个起因 也算是个起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每天的生活 每天的一个行动 它都是根据自己人生的经验 教训而做出来的决定 而自己的经验教训 而一个国家的经验教训 一个民族的经验教训 往往它的体现就是一个博物馆 官方的历史博物馆对于中国那些文革反右 这样一些政治运动的 基本上它没有涉及 对于官方来讲 就是不太好的历史 所以他们就不太好历史 中国人就是习惯于无视 就把它忘掉 建成博物馆比较独到 他会想到这段历史也是中国人的历史 虽然是很悲惨的类似 还是尽可能把它收集 目前来讲在民建博物馆中 它是规模很大 长平很多 它可能更多的是收藏一些官方 所不注意的东西 像这些寿终的话 其实虽然它是一个即时的一个工具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锦次之中 它上面代表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 特殊的政治 我们后人的话必须得以时为鉴 一家庭里面 他们肯定有相差 这不过是他把它保存下来的问题 但是做这个事情头颅大 一般的民众他不会干 是吗 这个老板我管他的观点怎样 他起码做一个贡献 就是我们国家 国办的 他不能拿出资金来办这个事情 国办的他要搞 先进的科技 他不会搞这 农民种地 他们还带县山增种地 他说我终于毛泽东在种地 我们学生读书 你终于毛泽东在读书 那么解放军当兵的 你终于毛泽东在砍枪 就这个历史 那个时代不是疯狂 而是非常疯狂 疯狂是一般化的 咱们高兴奈跳下风叫疯狂 那是叫非常疯狂 对 全国都在疯狂吗 那不是非常疯狂吗 疯狂两个字太平淡了 那个年代就是文革这个时期的一种虚幻 一种假象 甚至包括去欺骗 尽管是成立了上千面 当年的红色年代的禁止 它更多的是一种观念 是一种抽象的印象的 这么的一种表述方式 这个馆一般的人 还是不太能够看明白 甚至很多人在这个馆里面迷路 走不出来 在里面老是打 在里面转 在里面转 经常给我们打电话 说我们出不来了 你们来救我 我们来派人去 把他给带出来 探索 Zero 是 嘘 吧 这 这是蜡奇动 书蛋 这是文化 Jeez 这是文化大 messed спокой 我叫你 留上去 那時候我也不太好懂了 我們也比較年輕 這就是習主席的爸爸 習主席 我們中國的台上皇了 他的兒子當了官家總書記 對吧 很了不起的 我看房官家的微博他說 沒了鄧小平要發財 對對對 很多人可以 沒了那個貓車要升棍 就是 所以說我們本身都相信的就是 問一下他說沒了鄧小平要發財了 鄧小平因為在這個開放期間 給我們帶來的社會 三十年前 不可思議自己能夠建博物館 更不可思議自己一個私人 能夠建幾十個博物館 現在都已經達到了 這也是在這個 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實現的 它雖然是上面還讓你搞博物館 但它會有很多限制 它是展示了文革市的生活 但是到庫裡去看了 好多東西都沒展出來 它還是淡化了那個 那個事業中的那種悲慘無奈 或者是人命的損失 也不是政府不讓建 是讓我們自己認為現在還不方便建 你比如說文革的武鬥博物館 不能建的原因很簡單很簡單 就是當年參加武鬥的人 現在都還在 而且人數多 也不能讓這個社會 他的兒子他的女兒 再來糾纏這件事 我覺得現在就是沒有這個必要 我們現在比較重要的是 在收藏文革以後 改革開放的這些東西 5月12號地震 6月12號開的館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博物館 能夠在一件事情發生的 一個月之內把它呈現出來 我們做到了 作為一個博物館的工作者 或者一個收藏家 我的真意是 把這些真實的東西收藏起來 給它提供一個平台 一個舞台 當年地震的時候 它是從那個廢墟裡出來的豬 活了好長時間 所以它就要去堅強嘛 是這樣的 堅強一會兒 一會兒把你的腳給吃了 堅強 別搶走 我堅強了 我收藏的這個文物 對我們國家 對我們民族 可能是一個有價值的 有意義的一個貢獻 博物館盡量地保持一種 理性的 甚至是比較中性的 這麼一種態度 讓更多人來看到 他們得出自己的判斷和決定